大家好,我是缺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尼达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现在是秋天,秋天的季节比较干燥,水分流失比较快 血管中的脂质旋环不畅,就容易出现血管堵塞的问题 今天就分享六种水果可以保护心血管 心血管人群还有一种水果,千万不能碰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套循环系统 它能够让血液来滋养我们内在的脏气 如果血管出现问题,或者东西堵住了,或者脑化 那么就会出现问题 特别是一些心血管疾病,比如说心肌缺血 那出现这种心梗关系病 如果是脑缺血,那么就会出现急性的脑梗 这些疾病都是危害我们生命的头号杀手 平时我们在治疗方面要跟进以外,再改善我们心血管 或者说对我们预防心血管疾病 生活当中的饮食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非常重要的一种辅助方法 多吃新鲜水果就是其中一种 今天跟大家分享两个权威的研究 第一个是发表在群威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意象 由英国牛津大学和中国医学院研究 共同完成了涉及50万来的研究 研究发现每天摄入100克的新鲜水果可以使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降低三分之一 第二个权威的研究就是纽约岛上发表的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表示在2017年因为水果摄入不足导致的心血管齿毛人数高达200万 所以这两个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一些专业的科学家医学人士都是很推荐多吃新鲜水果 今天就分享这六种对心血管有保护作用的水果 还有一种是不利于心血管疾病的水果 首先第一个就是苹果 多吃苹果对预防心脏有一定的作用 这是因为苹果里面主要含有维生素C还有叶酸 还有内固酮和80%的水分 更重要的是它是属于这种高甲的水果 对于预防高血压高血糖 对于血压的控制是有一定的帮助 而且它里面这个甲还有维生素C的这些成分 对于促进体内脂肪的分解 预防心血管都有很好的作用 荷兰的一些研究人员 他表明每天吃了一个苹果 比这些不吃苹果的人相比 冠心病的死亡率降低50% 所以这种苹果可以说是非常适合高血压的人群 很适合这种心血管的人群 第二种水果就是山楂 山楂的营养价值很高 它含有糖类、蛋白质、脂肪、矿物质、维生素等等 对防治心血管疾病是有一定的疗效 特别是这种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群 而且山楂是胃酸 它有利于我们人体的消化、促进食欲 但是如果这种胃溃疑或者胃病的或者说孕妇 就不建议吃这个山楂 因为山楂有活血、化鱼、消食 对于这种血脂、心血管疾病是有很大的帮助 第三种木瓜 木瓜有万寿瓜的铭称 富含17种氨基酸以及多种维生素、营养元素 比如说甲、铭 而且木瓜含糖量很低 每100克木瓜大约只含27大卡的热量 有利于我们体重的控制 想要控制体重或者不想长胖的人群就非常好 同时它对于我们血压控制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木瓜对于我们心血管人群可以说是非常合适 第四种 尼猴桃 如果说降血压当中的水果哪一些水果营养最足 那一定是尼猴桃 它有水果之王的美称 尼猴桃是超级降压食物 这是因为尼猴桃中的美甲能够促使血管正常扩张 降低血压不仅如此 尼猴桃还能抑制体内产生血管加压速 减少血管因各种原因而导致的不正常收缩 由于尼猴桃中的果胶上食纤维和植物固存 高血压患者吃尼猴桃 还能有效降低对胆固存的吸收 从而改善高血压引起的高血脂 以及动脉硬化 防止高血压引起的并发症 对高血压人群来说 生吃、榨汁都可以最大程度保留尼猴桃中的营养 对身体健康颇为有益 尼猴桃它富含果胶 让它所含纤维的三分之一 可以降低这个胆固存的浓度 而且尼猴桃它又是高贾低纳的水果 有利于血压控制 所以多吃尼猴桃对我们心血管是有一定的好处 第五个樱桃 樱桃是一种可以降压的水果 根据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刊登英国一项新研究发现 喝樱桃汁降低血压的效果和药物一样好 将60毫升的樱桃汁加水稀释饮用后 之内血压可降低7% 这一幅度相当于使中风和心上病危险分别降低了38%和23% 因为樱桃含有丰富的钾元素 可促进纳从尿液中排泄 使甲还能对抗纳身高血压的不利影响 还可以维护血管健康 其所含的维生素P能降低毛细血管的通透性 具有力量降低血压的功效 再加上樱桃中的胡皮素具有抗氧化的功能 有助于维持心血管的健康 第六种 柚子 柚子是降血压水果排行榜第一名 柚子中含有的营养成分可以有效减小血液的粘稠程度 进而可以减少心脏的负担 而且还可以降低患各种心血管疾病的几率 吃柚子可以缓解血管平滑肌的紧张程度 从而减少肾上腺素的分泌 因此可以有效地起到降压和维持血压平衡的作用 常适合高血压患者食用 温馨提示 柚子不能与降压药物一同食用 否则会导致血压骤降 而且相对普通柚子 西柚也俗称胡同柚 危害更大 吃药期间最好避免食用 阴血管人群有一种水果就尽量不要吃 它就是榴莲 榴莲是一种高热量的水果 榴莲的热量每100克里面含150千卡 我们的米饭100克里面也才含110千卡 所以这个榴莲的热量比我们吃米饭还要高 所以榴莲对于我们控制血糖 血脂血压都是非常不友好 如果患有心血管病 肥胖高血脂的人群高尿酸 都尽量不要吃榴莲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欢迎你的订阅点赞收藏转发 也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